不分南北仙宗,敢以忠心棉盜賣 帶去海山祈鈺,也將返古換神胎 這幅對聯是仙學大師陳一寧所提的旅動兵戰 1938年5月,陳一寧先生在上海創立仙學院 他在中堂上供奉旅主相 並提寫這幅對聯,表達他立志,產陽仙學的大願 陳一寧是中國隱先派與近代的大眾師 隱先派又稱文史派,也稱猶龍派 功法與虛無為本,以仰性為終 修煉下手,即以煉神還須做起 主張修一己增揚之氣,以皆天地增揚之氣 到天地虛無之機,以補我神器之身機 中國仙道不管是南派、北派 共同目標都是追求與道合一 整個修煉過程中,其實只有兩樣東西非常重要 第一,我們拿什麼與道合一 第二,道又是什麼 我試著擁有現代的科學方法,來分析中國仙道 意外發現,仙道就是瑜伽 某種小我與大我的結合 首先,煉神還須對現代人來說,根本是壓著聽欸 我透過靈緣大道歌,來解說煉神還須法門 靈緣大道歌按陳英寧考證,認定是宋徽宗時期 曹文藝所作,曹文藝是北宋住民女道士、女詩人 事稱曹仙姑 因為時間關係,陳英寧的靈緣大道歌白話註解 我不足字解說,建議各位先上網或找書讀一遍 陳英寧的白話註解,我大體上是認同的 某些地方,我試著使用現代觀點來陳英寧 靈緣大道歌注重神器 原文說,神是信息,氣是命 神不外此,氣之定 神是很抽象的東西,我們是凡人修仙 不妨以心來代替 原文說,混而為一、父妄一 可與原話同出沒 讀到這裡,我們已經抓到方法 可以實際操作 修行的初步目標,是讓心、氣合一 請先活動筋骨 準備靜坐或坐在椅子上 時間一小時 在這段時間內,脊椎挺直 全身放鬆,盡量保持全身不動 原文說,專器自揉,神久留 往來珍惜,自幽幽 我們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 直接關照體呼吸 手全身不是手單一的某個俏 也就是說,我們一手全身的皮膚毛孔 呼吸放慢,不要聽到呼吸有聲 柔柔的呼吸 我們就像剛出生的小嬰兒 安靜地,信任地,躺在媽媽的懷抱裡 無憂無慮,安靜地休息 靜靜地感覺,氣在全身毛孔的出入 現代人的痛病是沒有安全感 導致身體過度緊繃,無法真正放鬆 心急相依必須在全然信任的狀態下 身體放鬆了,才可能實現 這個修行方法是體呼吸與內觀的結合 我們在剛開始時 把注意力放在全身的皮膚毛孔 保持全身有感覺 感覺出來後,就逐漸把注意力放掉 讓氣在體內,體外,自然的出入和運作 只留下觀照的意識 原文說,蒸籠觀脈變筋骨 處處光明無不同 這是修行的校驗 我們身體的神經系統 例如自主神經,內臟神經,體神經,腸神經 透過觀照和放鬆的活化後 神經系統會逐漸覺醒 例如內臟開始蠕動,肚子咕咕叫 自動打出一套神拳 原文說,習日雲霧身遮蔽,今日相逢,倒眼開 星期合一不是一照一系就能達成 需要時間來慢慢培養 我們如同母雞孵蛋 時時觀照、耐心等待 時間到了 星期自然合一 我們就會感覺到光 這階段千萬不能強求 以免自己生出幻覺 初學者不能用無違法 我保證 你使用無違法 坐著坐著 就會自動進入夢想 宇宙宮喝下午茶 坦白說 靈元大道哥 異形而難成 這是為什麼呢? 原文說 比來放下外成勞 內有銀心兩合一 我們一般人就是愛超凡 一下超心這個 一下超心那個 其實 宇道合一的最大障礙 就是我們內心 心裡老是放不下 財富、名望、愛情、親情、美食 哪一樣 不是讓我們牽長掛肚 自己把自己綁住了 怎麼可能與道合一 俗話說 解鈴還要細鈴人 我們真正把一切放下 才是心災 心才能與道合一 好了 不說了 我先去牆角 面壁思過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我是久勞工 我們下次見 拜拜